在家种植的果树不挂果怎么办呢 其实除了磷酸二清甲有一个肥料比磷酸二清甲还要好 这个就是骨粉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佛沙二花匠 我们养花种果树最烦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就是植物不开花不结果 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在家以前是经常出现植物不开花不结果的 但是从几年前开始 慢慢开始懂得用肥料的时候 就发现植物开花结果变得很简 但是往往也会发现 开花结果之后也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养花种果树就是不断的理解肥料 不断的懂得正确的使用肥料 而植物开花结果用的最多就是磷酸二清甲 是不是 我在家我也用了很多 但是磷酸二清甲有它使用的缺点 包括了很多植物使用磷酸二清甲 有一个时间上的要求 我在几年前刚开始在楼顶养花的时候 其实蛮喜欢用磷酸二清甲 磷酸二清甲使用比较简单 直接稀释之后直接拿来喷就可以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它有它的问题 比如我们的磷酸二清甲不能太早的喷 比如现在才三月份 现在就喷磷酸二清甲 很容易导致无花果等等的果数 提前开花结果 这并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春天植物在吸收营养 在生根 在生长 所以这个时候更多是以蛋肥为主的肥料 甲肥为主的肥料 巩固它的生长 给它吸收营养 这样才是正路 这个时候使用磷酸二清甲 植物只会提前开花结果 并没有它的好处 另外磷酸二清甲 很多植物吸收利用率都比较低 比如一些叶子比较细的 比如大葱 或者小香葱 还有一些薄膜在叶子表面的植物 很多植物都吸收磷酸二清甲的效果 都不怎么好 曾经有朋友就跟我说 使用磷酸二清甲之后 没有效果 其实这里面可能有几个原因 第一 你买到的是假的磷酸二清甲 第二 就是你不懂得正确的使用方法 但是 所以 磷酸二清甲使用 的确很多朋友有这个困扰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在家 除了磷酸二清甲之后之外 还有一个磷肥 甲肥含量 非常高的肥料 而这个肥料可以说是专为懒人设计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要把它铺在花粉表面就可以了 然后植物就可以慢慢的吸收 这里面的磷肥甲肥 然后自然的开花结果 股粉是 这几年我一直以来都提醒大家 在家里去准备一点 因为股粉的使用 没有太大的时间要求 因为这个东西不烧苗嘛 所以 平时在家里养花 种果树 我是经常使用这个股粉的 然后 比如 无花果 或者火龙果 可以说是每个季度都会用上一点 包括其他的果树 只要它开花结果 都会用上一点 它不烧苗 另外 股粉最好选择这种脱质的股粉 因为脱质股粉 不用在花粉里面 形成发酵 不会形成热量 也不会烧伤我们的植物 自己在家制作股粉 方法简单 但是很多时候做不到脱质这样的效果 我在火龙果 一般火龙果到4月到5月左右 它就会进入花期以及果期 然后持续大概6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在3月份 我们就可以适当的给它来一点这个股粉 而股粉里面的营养 会给它一直的供应 一直到5月份 5月份之前 我们都不需要担心植物 还会缺少这里面的营养成分 你看这里 除了淋肥之味 还含有钙肥 这都是开花结果的关键元素 那这个股粉怎么使用 首先我们需要把土壤扒开 在距离植物的根系 大概是一勺子左右的位置 不需要太限制 要挖开一个槽 这个槽的深度的最好 在2厘米到3厘米左右 当然深一点也问题不大 春天的植物的根系 都生长非常的旺盛 所以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倒进去 伤一点根也没有问题 然后把这个股粉 直接做上一包 像这样一包 它是100克的 然后平时我们使用 就10克左右的量就可以了 大概一勺子左右的量 这个量 撒进去 均匀的撒进去 然后把土壤盖上 平时也不用太刻意的浇水 直接浇水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植物就能慢慢的从土壤里面吸收这里面的营养成分 然后您会发现您家的植物 甚至有一些植物不需要用到磷酸二氢钾 也会开满了花 挂满了果子 其实除了开花结果的植物 像这种今年才买回来的五花果小苗 我们也可以给它一点骨粉 千万不要以为骨粉就仅仅是给植物开花结果使用的 事实上磷肥以及钙肥 包括甲肥 它都可以促进我们的植物生长 让我们的枝干迅速的木质化迅速的成长起来的作用 您可以发现用了骨粉之后 在种植果树上面 你会发现那个植物都长得很稳 不容易倒伏 不容易出问题 不容易细菌 不容易产生虫子的问题 为什么我喜欢用骨粉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它省事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挖个坑 把它埋进去 我就不需要担心我的植物在三个月两个月之内 缺少磷肥 缺少减肥 甲肥 缺少钙肥 而我也不需要担心我的植物不开花 不结果 或者是烂脐烂根裂果等等这些问题 因为磷肥已经补充足了 甲肥也补充足了 钙肥也足了 这就是植物开花结果的三大元素了 至于有某部分的植物 可能到四五月 它也不开花结果 那么我们就再准备点磷酸二清晶 简单的喷一喷 就搞定了省事 养花呢 我觉得懒人种植呢 就要选择一些省事的东西 这个更适合新手 另外呢 骨粉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稀释之后呢 变成水溶液 去喷 去灌溉 你会发现呢 骨粉就特别的省心 最重要 它还不烧伤我们的植物 多一点少一点 不影响 然后你会发现呢 您家的果园呢 在夏天呢 就很快进入花期 进入果期 您再也不需要担心 我家的植物 为什么不开花 不结果 我的果仁果 我的无花果 无花果现在已经进入果期了 而蜂蜀流呢 现在已经准备开花了 葡萄呢 也准备开花了 百香果呢 现在也在孕育它的花包了 是不是都是这样子 好了 今天我说到这里 我是佛沙 花见粉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